歡迎收看 愛美的這些痛你們都不懂 來… 各位請先 他們都站著嗎 要先暫時坐一下 站著…要聽訓 我們這一集就第一位 對 因為等一下他們這個 無法原諒指數 對 30%的還可以 這個原因是坐 100%的那就要坐小半燈 先站一下好不好 好…站著… 來 誰有話想說 來 家綺… 沒有 因為大家知道 懷孕的時候會變胖 其實我生這胎小斗仔的時候 我已經是高齡產婦了 然後偏偏我又一直害喜 我害到八個月 就是每天都吐 然後後來我就找到一個方式就是 這是有這種事喔 對 就是 不是 以毒攻毒的概念 不是…是因為他那個 這是一個因果循環 他的胃酸會一直跑起來 OK 所以我就是要 時不時吃一點東西 把它壓下去… 我就會比較舒服 用食物才壓住 想吐出來的食物 所以我就一直胖 太委屈了 你知道我們又是演藝人員 一直胖 其實看那個體重這樣 迅速的上升 18公尺 所以胖了一個小學生 對 然後他都一直跟我說 不會…老婆 妳是最漂亮的妳就不會胖 然後他就一直 對 但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幫兇 用謊言來把妳溺斃 不是 這不是謊言 因為他覺得我不吃東西 我就不開心 然後我就對他不開心 不如讓妳快樂 妳就吃 結果胖到18公斤了 更不快樂 重點是我生完小孩以後 他說老婆不怕 交給我 你知道 我是運動健將 我就帶著妳做運動 一個月就送回妳原本的身材這樣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就很乖 遵從他任何指示 帶我去游泳 去跑步 然後做體能重訓什麼 然後就這樣做了兩個禮拜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要準備要回到 我的工作崗位 兩個禮拜嘛 妳就失去了14天的人生 對 還有黃金時期 然後我的那個服裝師來幫我量身 結果梁瑋後她說 她說 萁瑋妳怎麼了 我說怎麼了 她說妳的手臂圍跟大腿圍 三公分耶 有三公分 對 重點是我戰勝體重計 是一公斤沒掉 其實我那時候我也不懂為什麼 她坐月子的時候 我也胖了六公斤 結果我瘦回來了 然後她一公斤沒掉 然後我就 那個服裝師一量完 她的那個尺寸之後 我就頭也不敢看 我就是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跟你講 妳這個應該坐到第二個位置 先坐 先坐 第二個是不是 不…第一個… 60%的 30%的 我覺得還可以 只是用錯犯法